我发现刘子点菜的思路了 专门让我弄一些他们的麻烦 给公主和少爷 整俩硬菜 三鲜蒙子 六十段 这俩菜我都没听说过 哪也得整啊 自己行 我们又来到了Missy Saga 所以你们俩谁点的蒙子 家里好多冰箱天 大连长春 所以你们一个是大连 我是大连 她是大连 你们今天是大姐 颜中小 哦 我是颜二 我看不出来啊 我是没大姐 你也我也看不出来 大三 看一下我们都带了些什么 蒙子 多了都没有蒙子饭 所以我要从头开始做蒙子 地瓜粉 加水 搅圆 倒进锅里 搅啊搅啊搅啊 奇迹就发生了 变成了糊糊 倒进容器 让它蒸成快快 倒出预制蒙子 又对 倒手去猪皮 切肉断断 一些必要的去腥手段 水淀粉嫩猪橡物 老附近开始处理预制菜 给广告牛子传授一下 就是如何抽它 我俩吃那个 你咬吗 你咬 你咬吗 我咬 我去谁需要这个 有二十万岁 我说人比较少 所以大家都认识 基本上 也是没有那么夸张吧 你都认识 找少爷讨一壶油 还剩你 一半了 够了够了够了 不会都用完吧 会的 开始漫长的油炸 国外很多公寓的灶 加热很慢 老父亲只能闻火油炸 二十分钟过去了 三十分钟过去了 四十分钟过去了 五十分钟过去了 人生第一次做蒙子 出锅 油都炸滚了 开始炸肉断 老父亲太累了 我来炸我 炸肉不是这么多吗 我不好意思啊 他看着肉量还得再来五十分钟 没事我还站得住 终于炸完第一遍 现在复炸洗个海参 少爷帮忙准备配料 老父亲继续炸 少爷抽空煮个青菜 老父亲还在炸 终于炸完了 老父亲开始收拾牛肉断 牛肉断是少爷点的 嚼心熬的葱油 这个量让少爷吃个够 放了个两个菜 没有够了 放点别的吧 在你做饭的时候 他俩偷偷拌了俩菜 这两个菜调的肉葱 公主尝一口家乡的味道 是对的啊 是是是对的 少爷也尝一口家乡的味道 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 这到目前为止 第一次我来这儿 吃到了牛肉做菜的盛情团 我们做了俩菜 他自己也做到了俩菜 非常完美 还剩一些牛肉断 打算明天再吃 第二天公主发来消息